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C1 C這個圓 圓形的話 是在零零點 這個半徑的話 不曉得 然後C2這個圓的話是這個 圓形在三一的地方 然後半徑是等於更號六 然後現在他說 這兩個圓交以兩點AV 而且AV這兩點 剛好是在那個直徑 他問說K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我曉得 這個是更號六 因為這個是等於多少 R的平方 所以半徑是等於更號六 好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圓形的話 這個圓形的話 這兩個圓形線的話 它會垂直 這個什麼呢 這個那個 直徑 為什麼 因為的話 這個 它是上下對稱 好 既然這樣的話 這個是直角 那這個距離多少呢 這是零零點 零零點的話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距離多少 是更號十 更號十 這個就是半徑 這個就是半徑 AO就是那個半徑 AO的話 等於那個R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等於更號多少 就這個平方碼 加這個平方碼 加這個平方碼 就十 加六 所以是四 那這個是等於R平方碼 所以是等於16 所以K等於16 K的話 等於16 就算了 這個平方碼 就算了 這個平方碼 這個平方碼 這個平方碼